大家好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我是幻知 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节目正在手机江系台上同步播出 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的节目了 好了 接着说今天的事 根据钱钟书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围城》 很多朋友都看过 非常经典 而电视剧片头的这段话呢 更称得上是家喻户晓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婚姻如同围城 但凡结婚了或者结过婚的观众朋友 我想大多都会有体会 没错 结婚前呢 每个人都把婚姻想象的无比的美好 可是实际上柴米油盐 大灾小难的 夫妻俩想要一辈子真正的相爱相守 不是那么容易 肯定有不少人会以为 钱先生能够总结出如此深刻精辟的文字 他自己的婚姻肯定也是问题不少 创作来源于生活嘛 您错了 第一 围城 却系 钱忠书先生写的不假 可是上面这段话呢 却不是钱先生的原创 那是谁的呀 那是钱夫人杨将 原创的 第二 钱忠书和杨将两个人的婚姻 长达63年 历经各种战乱劫难 却始终 相濡以沫 两个人恩爱一生 是文坛有口皆碑的神仙眷侣 要问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今天咱们一起来探寻一番 钱忠书和杨将两位先生都是 江苏无锡人 出身书香门第 自幼饱读诗书 当然了 两个人小时候并不认识 1928年 刚刚高中毕业的杨将 一心要报考 清华大学的外文系 没想到那年 清华大学压根就不到江苏来招生 没办法 他只好去了苏州的东吴大学 第二年 19岁的钱忠书 也报考了清华大学外文系 虽然数学只考了15分 总分没有达到录取标准 但他还是以外语和国文 两科第一的成绩 被清华破格录取 两个人一个在北京 一个在苏州 相隔几千公里 素无瓜葛 以当时的条件 那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 不过正所谓 有缘千里来相会 千里姻缘已现迁 只要有缘分 再远的距离也挡不住啊 1932年 东吴大学闹了一次大学潮 杨将一想 反正课也上不成了 那行 那就北上去圆自己的清华梦 很快 他就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到清华大学当了一名 戒读生 钱忠书的表妹孙令贤 当时也在北京读书 而孙令贤呢 恰好又是杨将的大学校友 兼闺蜜 因为这层关系 两个年轻人终于碰面了 杨将人长得漂亮 又是大才女 钱忠书对他自然是一见钟情 那杨将呢 据他后来回忆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钱忠书带着一副老式眼镜 穿一件青布的大褂 脚上还蹬了一双毛底的布鞋 是要多土有多土 可是这个土老帽一开口啊 那可是谈吐不凡 出口成章 很快也赢得了杨将的好感 不过 这一对互生好感的年轻人 并没有立刻开始花钱月下的恋爱 怎么呢 因为当时两个人都算是 清华园里的名人 关于他们俩的八卦呀 不老少 杨将就听人说呀 这个钱忠书在老家早就订了婚了 而且钱忠书也听说 杨将不但在东吴大学有男朋友 北京追求他的男生呀 好几十个 这个要是真的 那双方都是有主的人 那怎么谈恋爱嘛 是不是 最后那还是钱忠书 抵挡不了 或者说他熬不住相思之苦啊 写信把杨将给约了出来 一见面 钱忠书就急着诚情谣言 说外面传言说我已经订婚了 这个绝对不是事实 你千万不要相信 杨将听了之后 点点头 也说了一句话 别人说我在苏州有男朋友 还有好几十个人追我 这个事儿 也不是事实 两个人第一次单独约会 没有任何的甜言蜜语 可这一番急切的解释 已经胜过了万语千言 还用说什么呢 从此 清华大学的校园里 又多了一对年轻的情侣 恋爱的时光呢 总是过得特别的快 一转眼 钱忠书就毕业了 当时他的父亲 著名的国学大师 钱基伯 正在上海光华大学 当中文系主任 于是钱忠书决定 南下上海工作 而杨将还得留在北京继续学业呀 这一分开 不少朋友都觉得两个人最后怕是走不到一起了 为什么呢 因为钱家老爷子 钱基伯 那是一个典型的老派文人 对儿女的婚姻呢 他最看重的是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钱忠书两个弟弟的婚事呢 都是父母做主安排的 钱忠书在北京自由恋爱 并没有征得父母的同意 或者说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 如今他回到了父亲身边 老爷子哪里会轻易点头啊 可事实上呢 钱老爷子这一回却表现得相当的开明 不但没有反对 反而是大力支持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啊 有一次杨将写了一封信给男朋友 信呢寄到了钱家 先就落到了老爷子手里边 当时呢 也没有隐私权这一说 儿子的信 老爷子就自作主张的先给拆了 打开一看内容 哟 感情这儿子在北京交了女朋友了 当爹的居然一无所知 这还了得了 当时有点火 再往后读 老爷子又转怒为喜 怎么呢 原来这封信里边 杨将特意的嘱咐钱中书 说咱俩的事啊 光咱们俩自己乐意可不行 你得早一点禀告父母 争得二老的同意才最为重要 你看看这句话写的 直接就写到钱老爷子心缝的去了 那心里那叫一个书他呢 这个家有家教的闺女 好比儿子懂事多了 再看这个字 这个文笔 学问也是相当的了得呀 这样的儿媳妇 那肯定错不了啊 一封信 让钱家二老一改往日的做派 对儿子的自由恋爱呢 是全力的支持 不久之后 钱中书也到了杨家 拜见了杨将的父母 两位老人一见这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呢 也是喜欢得不得了 就这样 两个人的恋爱终成正果 1935年7月13号 钱中书和杨将在苏州 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正式结为夫妻 同一年 钱中书又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取了公费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的名额 杨将决定 中断自己在清华的学业 去英国陪读 照顾好丈夫的生活 那么在异国他乡 这新婚小夫妻俩的日子 又会过得怎么样呢 上节说到 刚一结婚 杨将就陪着丈夫一同远赴英伦求学 在异国他乡 他们夫妻俩 得自己面对生活 对于小两口来说 这可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什么 前面说了 这两个人都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哥 小姐 打小过的都是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的日子 压根就从不为生活琐事操心 可是到了遥远的英国 这一切都得靠他们自己 他有许多事情呢 就是从小没人教 所以特别在做 他要戴一个手表 他不会戴 我现在戴的是钱中书的手表 因为他不会用皮带 他每一次用皮带在扣上 他要叫我给他扣 那么我就给他弄一个松紧的 他就拉上拉下就完了 这种事情呢 他说他们 他说这手笨脚 这是他最笨 再说杨将 做姑娘的时候呢 也是食指不沾洋春水啊 干家务比钱中书强不到哪去 单身的时候 这些都不是大问题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嘛 如今有了小家庭就不一样了 咱们身边很多独生子女 小夫妻啊 不就是因为两个人都干不好家务 最后闹得连日子都过不下去吗 那么钱中书和杨将 又会怎么样呢 看到这儿 咱们就得来找找钱中书夫妻 恩爱一生的头一条原因了 这里头那主要是杨将的功劳 他了解丈夫的性格 更清楚丈夫的志向 为了成全丈夫的理想杨将决定委屈自己 老公干不了家务 那就只有我来啊 我干不了的 那就学着干 在英国 在英国原本也是娇生惯养的杨家大小姐 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个女汉子 什么洗衣做饭 修门装灯 大事小情 后来啊 他几乎是无所不能 对了 钱中书除了不会干家务 在人情事故方面 也跟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差不多 比如说钱中书喜欢养猫 家里的猫有的时候会跟邻居家的猫打架 您才怎么着 一到这个时候 钱中书就会像个熊孩子一样 拎起棍子去给自己家的猫助阵 这个时候杨将只好像哄孩子一样拦着钱中书 还带着他到邻居家去道歉 1937年 钱中书夫妇的女儿钱源在英国出生 杨将因为产后身体虚弱 在医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家里就只剩下钱中书一个人 习惯了一来伸手翻来张口啊 这下钱中书可就惨了 什么都不会干呢 每天到医院看杨将 往往没说几句 钱中书就得汇报 我今天又闯了什么祸 我不小心打翻了墨水瓶 把床单给染黑了 可是我也不会洗 杨将只能苦笑着说 没关系 等我出院再洗吧 等第二天他又来了 老婆我把台灯给弄坏了 怎么都不会亮 不要紧不要紧 等我回去我来修 摊上这么一个老公啊 换做别人 这个日子或许就没法过了 可是杨将呢 却几十年如一日 在丈夫面前保持着一份 对孩子一般的耐心和宽容 没关系 不要紧 这也许是杨将这辈子对钱中书说的最多的话 因为他觉得老公不会干家务 人情事故不练的 不仅不练的几乎就是不太懂 不是因为懒和笨 而是他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到了做学问上 既然选择了这样的丈夫 最好的办法 那就只有是自己多牺牲一些 让丈夫全力做他最擅长的事情 当然了 有一点必须强调啊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如果单单只有杨将单方面的牺牲和付出的话 时间一长 日子肯定也过不下去 好在钱中书尽管不会干活 但是呢也知道 笨手笨脚地给妻子制造一些体贴和浪漫 比如说钱中书从来不睡懒觉 每天都会早早地起床 等杨将一觉醒来 热气腾腾的牛奶面包就已经端到了面前 女儿出生之后呢 钱中书的天真 更是为家庭生活增添了不少别人家没有的情趣 钱中书呢就是跑到女儿房间里 在她的书桌上 写一书大油湿 大牛洗澡 水少 盆浅水少 没有办法 撒泡大尿 然后底下序名 杨将 那么有了妻子的大牺牲 和丈夫的小体贴 夫妻俩就能一生幸福了吗 还不够 接下来呢 我们就得来说一说 钱中书夫妻恩爱一生的第二个秘诀 患之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句话 觉得用他来总结这第二个秘诀 非常的合适 话是这么说的 相爱的人只有站在同样的高度 看同样的风景 才能让这份爱永远充满活力 您觉得有没有道理啊 杨将先生估计是没有看到过这句话了 他太早了 这句话出得太晚 可是他一定明白这个道理 而且他还身体力行 那么怎么个身体力行法呢 来 听我慢慢道来 话说1938年 钱中书完成了在牛津大学的学业 回到了清华大学当了教授 这个时候抗战已经爆发了 清华大学被迫辗转南迁 钱中书只能跟随着学校四处漂泊 而杨将带着女儿却不得不跟随 钱家其他人去上海租借避难 战乱让钱家的经济情况是一落千丈 一家老小全靠钱中书一个人的薪水生活 日子过得有多紧巴 可想而知 因为请不起佣人 少奶奶杨将还得自己动手生炉子做饭 生美酒肉质非常难 这个要有残子要跌着 老老婆就是满我之眼 就眼泪都流出来 我母亲看到她有点心疼 叫她你应该怎么弄 不要谁把美酒放进去 谁说忘了一个一个放进去 尽管生活如此艰辛 杨将却没有变成一个只关心柴米油盐的家庭主妇 再苦再累 她都保持着一个知识女性的一种追求 您可能不知道 钱中书之所以能够写出名动天下的围城 多半是因为夫人的刺激 这话又怎么说呢 是这么回事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 文明戏也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话剧 很是流行 地位就跟现在的电视剧差不多了 排话剧首先就得有剧本 有一次杨将给朋友帮忙 写了一个名叫称心如意的话剧剧本 没想到这部戏上演之后 居然是场场爆满 剧火了 编剧也就跟着出了名 紧接着杨将又写了假戏真作等等几个剧本 基本上是演一部火一部 一时之间杨将成为了上海滩的金牌编剧 名声大道 别人在介绍钱中书的时候都会加上一句说 这是杨将的先生 这样的话听多了 钱中书免不了就受了一点小刺激 这多没面子呀 是吧 他就想我也得弄出点什么来 不能让人们只介绍我是杨将的先生 我要让人家介绍杨将是钱中书的太太 可是钱中书一直在做的学问呢 是学术方面的研究 像谈一路啊管追编呢 那都是非常小众的很高端的东西 圈子之外的人呢就压根不知道了 那怎么办 想来想去 他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 那个年代小说的影响力 那比电影还大 比如说环竹楼主席那个 蜀山剑侠传 张恨水的 那么这种鸳鸯蝴蝶派的作家 那非常火的 于是呢 钱中书就小心翼翼的跟杨将商量 说你看你写剧本火了呀 挺好 那我也有个想法 结合这些年的所见所闻 写一部长篇小说 你觉得怎么样啊 行啊 听了丈夫的想法 杨将立马表示权力支持 写围城 那两年 钱中书因为课时减少 收入也随之下降 好在有杨将加班加点的写剧本 一大家子人的生活 才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两年之后 围城终于面世 而且是一炮而红 在新书的序言里 这个秘诀了吧 杨将在文章里边 写过这样一句话 我以为夫妻间 要有共同的爱好和话题 才能交流通畅 相知相守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无论是在英国陪都 还是回国后 当家庭主妇 杨将从来没有放弃过 读书和学习 可以说钱中书看过的书 杨将基本上也看过 每天忙完各自的事情 夫妻俩最喜欢的休闲方式 就是交流这几天的读书心得 顺便出题考考对方 多么的有情趣 有句老话说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碰到大灾大难 才真正的考验两口子的感情 那么当人生的劫难来临的时候 钱中书夫妻又是怎么表现的呢 在前面的节目里 咱们说到了 钱中书夫妻恩爱一生的两个原因 不过要说最根本的原因 还得数第三条 那就是两个人有相同的处事态度 但博名利 宠辱不惊 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情 新中国建立之后 钱中书一家应邀来到北京 钱中书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当教授 杨将在北大文学研究所当研究员 经过半生的颠沛流离 夫妻俩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家 可是安详平静的生活只过了十来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6年 夫妻二人先后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屡遭批斗 接着又被发配到河南罗山武器干校 进行思想改造 两位大知识分子 一个成了通信员 一个被安排在菜园种菜 时不时还要被拎出来当众批斗一番 可即便在如此险恶不堪的环境之下 两个人依然乐观地坚持做自己的学问 在干校改造的那些年 年满五十的洋将 从零开始自学西班牙文 还一字一句把西班牙文学名著 唐吉科德译成了中文 1978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罗斯 访问中国的时候 邓小平同志送给卡罗斯的国礼之一 就是杨将刚刚出版的中一本 唐吉科德 而钱中书也在干校的游灯之下 写出了名著《管追编》的第一稿 文革结束之后 夫妻俩终于又有了一张安静的书桌 多年的努力和坚持 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钱中书先生写出了《管追编》 《谭一路》等众多足以名垂青史的学术著作 而杨将先生也写出了《淡校六记》 《洗澡》等等深受读者欢迎的文学作品 夫妻俩的稿费版税 足以让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 可他们一没有买名车豪宅 二没有置办产业 而是继续在简陋的单元楼里做自己的学问 他们一生的积蓄 全都捐给了更需要的年轻人 我们一起就商量好了一件事 就是说将来我们要是有钱 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 这个奖学金呢 就叫好读书奖学金 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呢 就是说好读书奖学金的宗旨是扶贫 因为我们看到富裕人家的子弟 他们如果要升学呢 很方便 可是贫穷人家的儿女呢 尽管他们好读书 而且有能力好好读书 可是他们要上一个中学就有种种困难 上大学就更不用说了 可惜啊 上天并没有给这对淡泊名利的夫妻 一个波澜不惊的安详晚年 1994年 钱中书先生被发现身体里边长了一个恶性肿瘤 手术之后 又引发了肾功能衰竭 从此长期住院 或不单行 两年之后 两个人唯一的女儿钱源 又被确诊为晚期肺癌 已经83岁高龄的杨将 每天要穿越大半个北京城 在两家医院之间来回奔波 照顾重病之中的丈夫和女儿 1997年 钱源不幸去世 杨将强忍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 继续照顾病中的丈夫 知道女儿去世的恶耗之后 钱中书病情急剧恶化 几个月之后 与世长此 杨先生没流泪 钱先生戴了一个法国式的帽子 最后 我把他推 殡葬了工人的推 推到火花炉前头 然后杨先生就在那里看了 就看了 看了不忍离去 好多人就走了 他不忍离开 不到两年的时间 87岁的杨将先生 接连遭遇丧女和丧夫的巨大打击 不难想象 这是怎样的一种痛不欲生 他曾经说过 女儿走了 丈夫走了 我也想走 可我不能走 我得留在人世界 打扫现场 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杨将先生说的打扫战场 那就是替丈夫完成 没有做完的工作 把钱中书一生的心血 完整地留给后人 像钱先生呢 他的很多的那个 就是学术成果呢 没有能够来得及 就是说公之于众吧 然后留下了大量的这个笔记 然后和那个一些遗作 那杨先生呢 他是怀着很巨大的这个悲痛 在清理战场 就是说我要把这个 钱先生的这个学术啊 怎么能够那个 就是说让 让更多的让大家知道吧 钱中书先生的学术遗物 浩如烟海 想完成他们的整理编排 需要超乎普通人想象的精力和耐心 可是一个已经九十多岁的老人 硬是咬着牙 扛起了这副重担 抽屉里这个那里 我不知道呀 而且他我都没有明白 他没有吩咐我呀 哎呀我都分不清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他的外文里头呢 有德文 我不懂的 意大利文我不懂的 拉丁文我不懂的 多少年了 就是一页一页的 这种耐心细致 拿剪子 浆糊子贴 粘贴 什么补 就是 有的已经脆了 变脆了 成两半了 什么 他还要拿纸 就贴好 什么就这样 补好 不知道经过多少个 日日夜夜 靠着顽强的意志力 和坚定的信念 杨将终于完成了 钱钟书 全部学术遗物的 整理工作 2011年 钱钟书手稿集 正式出版发行 出版仪式上 先生的一句话 令在场所有的人 不由侧目动容 他今天总是又高兴 又得意 又惭愧 又感激 我是他的老爸 能体会他的心意 2016年5月26日 杨将在北京协和医院 与世长死 享年105岁 完成了心愿之后 先生去到了另一个世界 与深爱的丈夫 和女儿重新团聚 前钟书和杨将两位先生 用他们的睿智和宽容 淡薄和坚持 携手度过了恩爱而圆满的一生 婚姻这座围城里 的确有着太多的不义 而他们的故事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 慢慢地去品味和放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